哟 还知道你夫君叫什么名字呀 不错呀 我 你输狗狗呀 跟你说 你要是敢娶我 我白天下毒夜里下毒 保证你死得透透的 威胁我 我一个土匪 没再怕的 你走一个试试 我就走 就跑 信不信 我就地正罚你 我 刚才开玩笑的 有话好好说吗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老大 那 当铺周边有牙医埋伏 他们看见你了吗 他们比我还瞎 没看见 我那个喜福太诈意啊 我把她 扔在半路上了 算了 寡妇的就寡妇的吧 把她给我看好了 我就是 那是 OMEONE 你 他给你 就出现在这 而且刚刚在来的路上 你也看到了 唐飞龙的捕快 已经开始搜山了 手冰娘子一定在这 可这凤凰山这么大 怎么找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把寻龙齿 是零星前我爹 特意赐予我的 这把寻龙齿 一定会带我找到娘子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先于唐飞龙 英雄较美 跟着我念啊 寻龙分进砍禅山 一重禅山 一重关 关门若有八重险 不出阴阳八卦阵 八卦阵 神仙之路啊 敢问这位 兄台 路在何方啊 路 脚下 你这个废物 眼睛看不太准 他俩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不像土匪 你傻呀 咱们是土匪 怎么办呢 带走 年轻人 你不认为你 此药粉无色无味 只要撒在寝室的家具上 染上者三天全身溃烂身 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周县长 在做什么呢 唐大人特意嘱咐过 他的房间不能随意进入 请问周县长是有何要事呢 县衙有药物要处理 我过来寻寻唐大人 你是姜侍郎的女儿 正是小女 听闻周县长喜欢吃甜的 正好 我最近刚得了池州的特产桃酥 可以赠予你一味相情 多谢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凤凰山的猎户给了我一张凤凰山的地图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我 凤凰寨到底在哪儿 听说凤凰寨的人特别阴险 他们根据地形把凤凰寨给掩藏起来了 据说 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这里边藏的全是偷逃的矿孤 之前凌音说 他遇到过一个戴墨型的流民 我担心他的身份一旦暴露 会带来杀身之火 不不不 丛顺跟我说 他干见土匪 下山去买结亲的用品 我觉得他们没想那么深 他们就是想把谭师爷当压斩夫人 压斩夫人 你现在抓紧时间给我去池州 找宗应林 调兵五百 拿你先龄的身份件 你钦差大臣的身份 这样他想不戒都难 不行 你的身份不能暴露 那我们的努力都泡汤了 而且 你不能辜负皇上的期望 也不能辜负老百姓的指望啊 谭师爷是得救 但是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对吧 现在咱们浅崖可以调动的兵力 还有多少 加上五 一共有二十五人 既然他们以帝氏做隐蔽 那我就以帝氏 做突破 二十五 这是什么地儿啊 你我也不知道啊 不是 不是 你谁呀你呀